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香港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凤凰饼家,骑时细茶餐厅起家 2.香港地铁,世界上最准时系统 3.大澳,服务于村风情游存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凤凰饼家,骑时细茶餐厅起家 各位亲爱的时事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甜点界的凤凰 凤凰饼家,不过,别让这个名字迷惑了你 这家凤凰其实是从一个茶餐厅的灰烬中展翅高飞的 想象一下,上世纪的香港,茶餐厅,又称茶餐厅 是社交和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地方提供从早到晚的经济实惠的食物 从热乎乎的奶茶到炒蛋多士,再到那些令人垂涎的即较即炒的菜肴 但在这些茶餐厅中,有一家因为它的甜点而生名确起 特别是它的凤凰饼 这家茶餐厅的老板,我们就姑且称他为阿凤吧 他有一手好厨艺,但他的真正秘密武器是他的太太,一位烘焙高手 他的凤凰饼,以其层次丰富的酥皮和香甜的豆沙线 迅速成为了茶餐厅的招牌 这凤凰饼不仅仅是一个甜点 它是一个传奇,一个让顾客们慕名而来的理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茶餐厅的名气越来越大 但不是因为它的闲食,而是因为那些令人无法抗拒的凤凰饼 终于有一天,阿凤和他的太太决定 是时候让这个凤凰展翅飞翔了 他们酱茶餐听转行为一家专门的凤凰饼家 专注于制作和销售这些美味的甜点 这家凤凰饼家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地标 一个旅游必去的打卡点,一个让人们排队等待的热门地方 阿凤和他的太太证明了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转变就能让你的生意从平凡变为非凡 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无论你是一家茶餐厅还是一家凤凰饼家 只要你有一个好产品 你就能在时刻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下次当你咬下一块酥脆,甜美的凤凰饼时 不妨想想那些默默无闻的茶餐厅起家的故事 这不仅仅是一块饼,这是一段文化的演变 一个小小的茶餐厅如何化永成蝶成为了一个甜点帝国的开端 哦,还有,别忘了配上一杯香浓的港式奶茶 那可是绝配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地铁,世界上最准时系统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让全球都羡慕极度恨的交通奇迹,香港地铁 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准时的铁路系统 说它是奇迹,一点也不畏过 因为,在这个繁忙的都市丛林中 香港地铁能够做到的准时率 简直就是对时间的绝对尊重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香港地铁的规模 香港地铁由多条线路组成 每天服务超过500万的乘客 这个数字,如果放在一些国家 可能已经是个小城市的人口了 但是,香港地铁不仅仅是把这模 多人从A点运到B点那么简单 它还要保证这个过程像瑞士钟表一样精准无误 那么,香港地铁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维护和检修制度 这个系统就像是一个永不疲倦的机器人 每当我们在梦想中酣睡时 它就开始了它的夜间保养之旅 这样可以确保每天早上 当第一班列车准时台出时 所有的设备都是以最佳状态运行 再来,香港地铁的运营团队 就像是一支精密的军队 他们有助严格的时间管理和应急处理机制 一旦有任何小小的延误或者问题出现 他们就会像消防员一样迅速出动 确保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列车能够迅速恢复正常运行 当然,香港地铁的准时秘诀还包括它的设计 站台上的屏蔽门不仅保证了乘客的安全 还能够加快乘客上下车的速度 而且,列车和站台之间的无缝对接 让乘客流动如同水流一样顺畅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香港地铁的乘客 在这个系统中,乘客也扮演住重要的角色 他们遵守秩序,排队上车,快速进出 这种自律的行为文化 也是香港地铁能够准时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香港地铁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钟表 每个齿轮都精准无误地运转住 它不仅是香港的骄傲 也是全世界公共交通的典范 下次当你坐在香港地铁的车厢里 感受驻列车准时开出的那一刻 不妨想想 这背后是多少人的努力和一个城市对时间的尊重 哦,对了 别忘了下车时说一声多谢司机 即使他听不见 这份感激也是对这个伟大系统最好的致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澳,福渔村,风情有存 大澳,这个位于香港大雨山西岸的小镇 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 展示住昔日渔村的风貌 想象一下 这里的居民生活在水上 房屋建在高高的木桩上 就像是香港版的威尼斯 只不过这里的交通工具是渔船而不是贡多拉 而且我敢打赌 这里的海鲜比威尼斯的要新鲜得多 大澳的福屋 或者说棚屋 是这个渔村的标志性特征 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 当渔业还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 而渔民们则依赖海洋为生 这些福屋不仅仅是居住的场所 他们也是社区的中心 见证了无数的故事 节庆和日常生活的点滴 走在大澳的街道上 你会发现时间似乎在这里慢了下来 老舅的木桩在水中处理 仿佛在讲述住过去的荣景 而当地居民则以一种悠闲的步调生活 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 与大自然和邪共处 但别以为大澳只有老旧的事物 这里的居民可是很会利用现代科技的 你可能会看到 一位老渔夫在用智能手机查看天气预报 或者在水上屋里的电视上 追最新的股市动态 这种古今交融的景象 让大澳成为一个独特的旅游目的地 当然 大澳也面临住现代化的挑战 随着年轻一代纷纷离开寻求其他机会 这个渔村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至少现在 它仍然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一窥香港过去风貌的地方 所以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真正的香港渔村生活 不妨来大澳走一走 在这里 你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鲜 感受到悠久的历史 还可以和当地居民交流 了解他们对这片海洋的深厚情感 只是记得 不要随便拍打水面 你可不想惊动下面的海鲜 它们可是今晚的晚餐主角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香港的三个独特之处 凤凰丙家 香港地铁和大澳渔村 从茶餐厅起家的凤凰丙家 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转变 如何让生意从平凡变为非凡 从香港地铁 我们学到了时间的尊重和精准无误的运营 最后 从大澳渔村 我们感受到了过去与现代的交融 并见证了一个古老社区的生活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繁忙的都市中 我们仍然可以找到那些 保留着历史和独特魅力的地方 这些地方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也是我们对文化和传统的尊重 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些宝贵的资产 并保护和传承它们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凤凰丙家 香港地铁和大澳渔村 有什么疑问或观点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